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9月9日 星期五 政府 近期說會放寬入境的隔離限制 以及航班熔斷機制 不過 這件事對於航空公司來說 他們就沒有甚麼反應 香港航空公司的代表協會 副主席 于揚 表示 即使本港入境隔離 改為3加4 旅客底港後入住酒店隔離3天 隨後4天進行家居或一般酒店醫學監測 6月份只有62家海外航空公司提供正常航班 較2019年疫情 跌了45% 航空公司未能復航 主要是香港防疫隔離措施很嚴厲 使出行旅遊的意欲減少 亦增加航空公司營運的限制 導致機組人員出現人手短缺 難以增加航班 我們 其實看到南華早報也有一篇報導 就是 國際那些大的航空公司 對於香港 他們覺得 沒有甚麼興趣再復飛 甚至乎要避過香港 原因就是香港政府 以前一直在玩他們 玩了他們很多個月 使得他們放棄香港 即是說 香港航空樓樓的地位 沒有了 即是說亞洲區的航空樓樓 當然你不可能取代美國的 美國人有美國機場 英國人有英國機場 亞洲航空樓樓 沒有了 香港 正式把這個地位 拱手 送給新加坡 現在要復飛 沒有了 別人不肯 詳細跟大家說說這件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關於月費 如果經濟環境好的 就要月費贊助 支持我們的Patreon 如果經濟不好 就記得 大家用多些免費 的模式 幫我們看看廣告 幫我們點擊 幫我們share出去 令到多些人看到我們 增加我們 這個廣告收入 多謝大家 今天 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表示 航空公司要6至9個月時間 準備一些航班 準備一些航班 期望政府 循序漸進地放寬機組人員 入境隔離限制 提供取消入境隔離的路線圖 否則 海外的航空公司會調配資源 托展其他地區 而削弱香港在亞太區航空樓樓中心的地位 代表72間 在香港營運航線的航空公司 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 執行委員會的成員Honnam 直言 本港對機組人員入境隔離的要求 太嚴厲了 令到機組人員的人手不足 增加了航空公司在營運上的困難 在取捨之下 航空公司會轉到其他開放邊境的地區發展 該會希望香港撤銷所有入境隔離措施 但是明白政府出於公眾衛生的安全考量 是要逐步放寬的 而促請政府循序漸進解除機組人員限制 包括 取消機組人員入境隔離措施以及登機前 48小時內要接受 這個PRC Tax的規定 Honnam說 為了減低航空公司營運的複雜性 他們是希望政府短期內調整部分限制 例如 容許在酒店檢疫的機組人員 去餐廳 酒店的餐廳或健身室 不是困住他們 像坐牢一樣 他提到 海外機組人員來到香港需要閉環式工作 但是本地機組人員入境後 是要去酒店隔離三天 使得本港和海外機組人員 不可以在同一班機域執勤 導致人手不足 所以航空公司 很難搞啊 你的限制那麼多 為甚麼我們不去新加坡呢 因為新加坡的限制又少 我當然不來你那裏 你那麼多限制 另外他們的副主席也強調 疫情前 不少旅客到香港轉機 但由於機組人員的入境措施 隔離措施太嚴厲了 面對經營成本增加 海外航空公司 不會以本港作為中轉站 隨著其他地區的 邊境開放 如果香港繼續落後於人 往來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追得上 會有損亞太航空樞樓的地位 其實沒有了 南華早報就說 亞太區 航空樞樓的地位 香港已經拱手襄陽送給新加坡 另一位委員Hornnam相信 有更多海外的航空公司在香港營運 才可以互補航空網絡 否則 沒有辦法重振這個樓樓的中心角色 新政府上任之後 曾經跟政府 見面的航空公司協會 也有定期溝通 政府明白公眾衛生安全和開通外界之間要作出平衡 也聆聽業界的意見 他們說本港開放邊境之後 願意協助政府向海外宣傳 推廣 重申 如果入境檢疫放寬到0加7 是有助增加出外旅遊的 但是航空公司一下子是不會復飛航班的 要視乎機組人員的隔離措施有沒有調整 否則 對航空公司的營運幫助不大 其實很溫和 南華早報是說到 航空公司其實是 不願意的 因為你玩過人家很多轉 人家根本就覺得 你們香港政府有心玩他們 他們不想來 而且 你那麼麻煩 人家已經放棄了香港 轉移去新加坡 或者曼谷 或者杜拜 人家沒有限制 你們有限制 那我就去一些沒有限制的地方 旅遊一樣的 你那麼麻煩 而且最大問題是 你們對於這個武漢肺炎 還是採取一種 當這個武漢肺炎是伊波拉 是世紀絕症的方法去看 一旦有人感染或是確診 你就要把所有人抓到所有人 去隔離 現在問題就是 人家覺得你們太危險了 好了 而且不僅如此 美國 這個 亦都向他們的國民發出警告 美國駐港澳的總領事館發布公告 表示留意到旅客經過香港機場轉機之後 因為檢測陽性而要送到隔離設施 促請美國公民避免在香港轉機 有人來轉機而已 是不是 轉機也被人抓到隔離 怎麼辦 那怎麼辦呢 就趕不到那一輛飛機 美領館在公告中說 在香港機場 目前的安排之中 如果旅客經過體溫檢測過高 其後檢測是陽性的話 就會被送到隔離設施 並說留意到有幾宗個案 是轉機的旅客被他登機 而要接受隔離 美領館促請美國國民考慮 被他登機以及接受隔離的風險 重新考慮 是不是要經香港轉機 即是說 人家也說轉機也很危險 那麼你想想 航班經過你那裏 一群旅客被人踢出去 以後誰再坐你的飛機 而且 他也怕 其他人也不敢坐經香港轉機 因為誰知道會不會隨時被抓走 我去新加坡轉機了 確診人家也不是這樣看的 現在問題是 你們的國家 對於這個疫症有個錯誤的解讀 你們的錯誤是跟全世界不同的 是不是 而且你們 自以為是 沒有辦法可以跟隨你們的做法 全世界的人 已經解除了所有的防疫限制 在歐洲 沒有人需要上飛機戴口罩 英國已經不需要戴口罩 任何地方都不需要戴口罩 即使確診了 你也繼續要上班的 以前有駕放 現在沒有駕放 是要繼續上班 因為 跟雙方沒有分別 是不是 你想想 當人家覺得這個不是一個病的時候 你還覺得是一個大病 你還要抓人到隔壁的時候 你就是那隻怪物 是不是 全世界都是怪物 沒有問題 現在你們只是怪物 全世界不是 現在 香港 澳門 大陸 你們是 怪物 當然 你是怪物 你的飛機場也是怪物 沒有人會願意去一個怪物 升降的飛機場 因為 用甚麼被你當怪物捉走 你們是怪物 你們當其他正常的人是怪物 實際上 你們才是那隻怪物 這個問題 就是問題的所在 所以現在香港 接下來 會不會繼續有多些航班 是不會的 你要等香港徹底底取消所有防疫限制 恢復正常一切 之後 要隔九個月 人家才會重新考慮部署的飛機是不是來你的 不過 這個世界 是有習慣性的 當你的生活習慣 不經香港的時候 就不經了 這個 其實是跟香港的地理環境改變一樣 以前摩地道是整個尖沙咀最旺的街道 當摩地道做了那個東鐵線的 燃線 搞了這個 東鐵 總之是搞東鐵 摩地道封路 挖路之後 整條摩地道死了 沒人再走摩地道 因為北京道撥摩地道也是最旺的 以前 可以從廣東道 經過北京道 沒有東西斷 直接去摩地道 所以那裏是尖沙咀的龍脈 龍脈一斷了 沒有人再走 現在摩地道是否旺旺 沒有人再走 以前摩地道的舖位 是整個尖沙咀最貴的 現在是沒有人外 這個就是改變了地運之後 改變了生活習慣之後 人們就不來 新加坡 絕對是取代了香港 成為了航空中心樞樓 也是取代了香港成為了金融中心 人們去開那裏 就去那裏 習慣不來香港 以後就不來 所以 香港政府成功爭取了新加坡 取代香港 我們說過很多次了 所以 為甚麼說林鄭月娥不是新加坡國武 當然國父就不是李家超 國父是習近平 李光耀 你是第一代國父 第二代是習近平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所以 當然是 你